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盘棋应该在整个联赛第一阶段的最后了 所以大家也是一个疲劳作战的一个结束的时刻 所以双方下的我觉得还是比较保守的 是吧 对 尤其作为先手的张晟宏大使 对 给我们讲讲背景 好 那这盘棋的背景是广东队暂时是0比1 就是一和一副落后 厦门队的陈宏胜是为廣东 为厦门队先把头筹 那这个张晟宏应该说压力不大 但是因为碰徐云川压力又有点大了 挺纠结的这么一个心情 我估计作为这一盘他的心态是先手想合下来 我觉得不是他的心态 是整个 我估计一红给他的任务应该是这样的 对 是这样的 所以张晟宏的风格本身也是中炮棋 所以他是头二屏五当头炮 黑方马八剑棋 红方马二进三 黑方剧九平八 红方剧一平二 他是想的走得一本一眼 看看徐云川怎么变招 因为中炮棋下的太多了 对于专业棋手来说应该没有不知道的变化 对 只是说有偏爱 我喜欢下这个或者不喜欢 对 是 那子芬 其实在这个局面下 按徐云川以往的对峡 百分之八九十是马二进三或者足七进一 趋头或者强挺 对 这一盘徐云川 走了个足三进一 很意外地走了个足三进一 对 其实张晟宏的特点 如果徐云川走马二进三 我们以我对张晟宏的了解 如果他走马二进三 肯定是兵器第一 强过 逐七进一 他就徐云川过河军 当然我们张清掌 张清掌就是这风格 张清掌喜功好杀 然后喜欢在这个战术型的大家 对 所以徐云川特级大师 在这半期当中 他第三步就抢先变招 OK 不让你去骑兵强挺过 对 是的 所以很有策略性 是 那深宏走的是 那么居二进四 他没有去顺着徐云川 去走这个兵三进一 走成五八炮或者五七炮 他可能是怕有准备 所以此番变成这个居二进四 对于这个业余取手来说 蒋大师 你给我们评价评价这个居二进四 循何 这个居二进四呢 按说还是重规重矩 因为他呢 道理很简单 接下来准备兵七进一 把那个组给对开 对开的话 居沙通之后呢 过会儿为自己八路马 马八进七 马七进六 腾到 做准备是吧 但是如果这个棋 黑方比如说曲头啊 曲头没有拱足 然后鸿刚的居二进四 那就不太好了 对 如果这么二进四的话 黑方可能泡八瓶就对居了 对 所以我会 比如说平时说棋的时候 我会觉得这招棋 就比较保守了 对吧 是的 然后效率比较低 而且你也对不到饼 还被开队 是的 所以呢我们这个循何局 大家在开局的时候 走的时候要注意时机 对 什么时候去长 现在这个实际刚好 因为黑棋来不及 泡八瓶九 因为丹巴保重病 所以寻穿很正常的马 就算跳了 这是必须的 然后鸿起 这个时候如果不对兵的话 跳马 那么黑方就泡八瓶就对居了 这是个先手 变成先手了 所以命令性的对兵 对兵 吃掉 这只有吃了 需要平期 吃了 吃过来 吃过来呢 其实这个时候啊 黑方通常是两种变化 一个求稳的变化 足七进一 可能叫足七进一 也有 足七进一 他是不是也要 泡八瓶七 足七进一 或者马八进七 就跳了 红方会马八进七 跳的也行 很正 马八进七 黑方如果再泡二退一的话 这样红方呢 马七进六 马七进六 这样我们看 红方的大子 也顺利地出来了 对 红方马跳上来了 虽然按下打 但是没什么太大关系 对 应该能拘七平八平开 把你拘给 对 红方的应该说 位置非常好 我们刚才说了 这盘棋的背景 是广东队已经输一个 所以许云川这样特技大师 肯定是希望后手有所作为 对的 所以他肯定不甘心 这么平稳 因此呢 在这个时候 他是选择了炮二退一 他直接选择推炮大局 这样相对比赎基金 要复杂一点 因为红马必定没有跳起来 是的 说法还有变化 对 这样红方很顺利成交的 炮二平七打局 黑方 G一平二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教大家一个奇规也可以 就是说炮二平三 如果不打 不整局走炮二平三的话 会怎么样 炮二平三 来回来去 像这种下 红方可以走G七平六 都可以 这个是对跑 红方是对跑 而黑方马三进二 这肯定是个吃 吃局 吃两个地方 对 这样还是个对是吧 他马二退三 还是打局 作为黑方是两打 黑方要变招的 黑方要变招 对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棋里面 黑方是不能直接去打局的 对 直接打 打局完了 没法动了 这样黑方去走G一进二 G一进二 他当然希望红旗打过来 然后他炮八平三打过来 对 那样很舒服 是的 但是红旗是不可能 做这个交换的 是 红方这时候 得走G七平八了 G七平八 就是你还没打呢 我先让开 而且呢 似乎还有打相的先手 对 吃着炮 这样的棋 泡二平七 泡二平七过 过来 这时候棋友们可能看到 这个有一个非常诱人的打相 对 这个打相呢 搞不清楚了 来给我们解释解释吧 这个 确实这个像很诱人 如果红方炮七进七打相 打了就打了 怎么着了 打了 那么黑方不是 不是 是四进五 接下来 红方如果不查 走马八进七的话 那黑方有G一推二 捉死炮的棋 有个死炮 这里有个围困 对 那红方怎么解决 而红方这个棋呢 炮七平八 出现过一些炮五平八 炮五平八 OK 炮五平八 准备你吃的时候炮七平八 准备是G一推二的时候 炮七平八 这样 但是 这个变化是怎么样的 他成功 黑方可能会下 不吃了 不吃 我就觉得这个炮 虽然打得像 但是它撕不了边 对吧 对啊 那有点底线的攻势 看在看不到 对 它后续大致跟不上 所以这个棋 我觉得 打不打像 不吃紧 对 尤其是在张升红大师 这番棋 主要想合棋的目的下 那它更没必要 对吧 更没必要引发这个战斗 如果要是它必须 必须要赢的话 可能就非常 对 如果必须赢 肯定就打了 所以我们 大家选变化的时候 也是有针对性的 对 什么节骨眼上去打 什么节骨眼不打 这样呢 红方是走了 居九进一 对 他并没有打天掌居 他想快速地出动呗 天掌居 黑方呢 这时候不给他打了 不像 飞虾 想七进五 像黑棋 是不是要过居了呢 红棋过居是吧 红棋是不是要过居了 感觉要是要掌握横居 要过居的 其实 我说旧棋论棋 确实现在应该过居了 是吧 我就是考虑 是居九平四 还是居九平二的位置 对 对吧 但是呢 我们说一下 这个背景 我刚才还是说了 许云川特级大师 平时这么下 很少 基本上见不到他这么下 但是不意味着 他不知道 对吧 他肯定是很熟 只不过不这么下而已 对 不偏 尤其这次 在这个突然的时候 跟张胜宏大师 下了这个 所以对张胜宏大师 心理上 他是不是有准备 他可能在这么下 是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 确实如你说 第一杆肯定是居九平四 或居九平 对吧 他偏偏不敢走了 保守了 他想 谢中炮 他走了个保守的下方 这个很 这确实有点保守了 对啊 这个打也没用 这个打他能跳满的 对啊 打也没用 马三进四啊 对啊 那他卸中炮 这居然没走好 那卸中炮 还不如直接卸了吧 对 你如果想卸 还不如刚开始 就直接卸炮 是吧 对啊 然后我飞向 飞向 然后我在跳马 然后我这居 就不用飞 得过到那边去了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两步棋 就是说明了 这个深宏大师 他这个 在应对 徐云川特级大师 就是 有点矛盾 矛盾 是吧 心理上有点矛盾 他又想按正常出奇 又想怕对方有准备 其实就怕这样的 对 就这样就一犹豫 把这个机会刷就过去了 对对对 是 来回来去的有一点 是 而徐云川特级大师呢 还是 很从容 很从容 该走什么走什么 人家 该走什么走什么 挺足 挺好 这个时候 圣文大师又居九平四过来了 他进口也不能穿 就是 你穿他踢你没用嘛 对 对吧 交换不起 你打了 人家踢到这 你怎么交换他去 对啊 是啊 这个时候呢 这个 徐云川特级大师 好像是下了居一退一 居一退一 这个是怕捉 对 而且正好这居也没用 是 来看着护主 对 我们看 刚开始如果炮五平六不屑 那居九平四这步棋 洪方刚才就走到居四顶七 就是 是吧 那不会的 那你要不拆跑 人家肯定就不会 那个走出 不一定走出 对吧 那也有可能 对 是啊 那这样他飞向了 飞向 居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位置点 对吧 飞向 然后呢马七 许特大 马七顶八 这样我觉得黑方挺舒展的 是吧 黑方挺舒展的 红方整个调得挺舒展的 除了现在的八路居 好像暂时出不来 对 现在的则还都比较协调 是的 但是红方这有点变 嗯 红方这有点变 点一会儿赶快把四路居往上涨 要不然老别着是吧 对 但他现在涨主要没有明确的落点 你看啊 他往哪儿涨呢 涨这儿 他过一会儿随时还有可能足气进一 什么炮八平气这种手的 还有战术袭击 是吧 但是这儿挺厚的了 那就往里呗 你说往哪儿呢 往这儿也是险地 这儿会被踢一脚 对 再被踢一脚 所以尴尬了这局 对 所以他暂时这个局就不想动了 那怎么办 不想动了 那他跳 那现在压过去 现在压过去 他到他泡发出来什么的 那他走啥了 他十六进五 他走了个十六进五 那我觉得这个更别扭吧 对 那走什么 确实这个棋啊 走十六进五不太好 因为这边是闷宫线 你十六进五 人家打过来是闷宫闷着呢 这条线 就算你不好意思 这十四进五就不支了算了 对 我觉得暂时 其实他这个时候啊 不好支就先别支 我感觉他可以走嘛 八进六比较好 囤到这儿来是吗 那人家也是打了呢 打了 比如打了呗 就长矩呗 长哪儿啊你 这样的话 你现在有地儿了 我是不是可以矩四进三 你可以矩四进三 矩四不行 四进三马三进四 矩四 矩四进四 我就是不会向里面来踢你了 对啊 我回去踢你一下 是的 你吃泡 或者我走矩四进二也可以 是吧 泡八平七变 掉什么 泡八平七 你矩八平二 我马六进八 马八进七 这个线路啊 对 我马八进六 是准备这个四路的 讲讲实实是这个线路 这个三路好像挺清晰的 而且拦不住 对啊 我去一平次你就再不试是吧 是的 是这样的意思 那所以呢 我觉得说这个十六进五 走得还是有点怪了 对 就是还是感觉动了小子 因为我们布局阶段 还是要动大子嘛 是吧 对 他这个十六进五 知识 真的不太好 人家泡七进五 很简单地打过来 拔七进五 打出来 并且瞄着他的门弓 不过深五 那会儿在北京队 也待了不少时间 对 凭我对他的矫解 他其实这种怪招 还挺多的 是吧 对 对 对 就是走着走着 比较奇怪的招 但是现在这奇怪的招 可能真的看上去不太好 对 因为这个许云川特级大师 是一位非常正的棋手 就是他行起 非常讲究其理 你如果很怪的招 如果印度业余棋手 他可能不适应 对 但是对许特大来说 他这个正好 特别正派 撞上了 邪不胜正 对 撞上了 对 是有这样的味道 然后 他这个打过来闷动着 他给你掌局了 局四进四 这样走完了 黑方 局八进一 最没用的棋子 是参加战斗 也是理所应当的 对 他局八进一 这个棋 连上横局之后 会划一路局就能活了 能对局了 对 这棋下到这儿 我觉得黑方还可以 因为整体来说 红方啥也没得着 然后被黑方 削了一个三兵 对 对吧 是的 黑方还是挺 虽然这边走有点集中 但是看不到有什么攻击 对呀 是啊 红旗这招棋实战上 是走了 炮七进四 其实我当时的感觉 也是炮七进四 炮往里压嘛 腾马路最主要 对对对 是 蒋大师 你觉得这炮七进四 怎么样呢 我觉得炮七进四 这部棋呢 虽然是压住了马 但是啊 从后期的发展来看 这部炮七进四不好 还不如走马八进九 就这么干跳什么 那他也是队局吧 马八进九 对方得走 G一平二队局 为啥 得走G一平二 对对对 因为你边上 你这个左翼 红方的大指过滑 很快就出来了 那我这样 对 这样呢 他可能G二进三 这样啊 你不用 他不用上马了 G二进三 那就 G二进三也对 那他红方可以G四进一 对对 再见啊 这样的话 局面还比较 复杂 复杂 OK 实际上呢 他炮七进四啊 主要 虽然压住了嘛 但对他的压力 其实不是太大 就有点 没有他想象的 那么厉害 是吧 对对对 那黑方就很简单的 对居了 对对对 那我们看 许盈川特技大师 应对他这部亚马 接下来怎么去扩先 好 那我们 让齐名朋友们 在这儿停顿一下 稍微审一下局 我们稍后回来 好 齐名朋友们 我们接着来看 张生红是怎么在这个 整个大子在中盘的纠缠 对 怎么能抵住 徐云川这个 对 黑方的这个进攻 那好 那许特大这部是走了 G一平六对局 G一平六对局 对局 他对了 他对了 死掉 黑方 G八平六 就对了之后呢 黑方进多个七路足 红方 马八进七 马八进七窍 黑方拱了个边兵 这个时候 许特大很劳力 他如果直接掌G的话 红方有可能 炮七平一打过来 对 这种棋打边兵的时候 很多啊 亚马亚的没用了 先得实惠呗 对 反正僵持 所以他拱了个边兵 拱了个边兵 非常细 拱边兵 红旗 对冰了 冰一进一 对 黑方吃掉 红方杀过来 杀过来 在解决了边阻的问题之后 许特大可以从容地 G六进三了 G六进三 G六进三 G六进三很明显 往这边过呀 对 这个吃虽然不先手 但是这条线也挺大的 他有没有 对 站在这儿呢 是的 他不站在这儿 一会儿没法对驱了 其实这步棋呢 我认为啊 红方得及时走 G六平七才行 是吧 他绝对不能让黑一方 走到G六平三 因为你没法对 人家牵着像的 对吧 人家站住了 问题是他站住 这儿很舒服 很舒服 你大纸全被牵住了 对啊 这步棋其实是 非常关键的一步棋 那张正宫在这块走的是 冰酒精一 这个可能有点小气了 对 是吧 或者是说 他对这个G六平三 有点低估了 低估了 是吧 OK 那黑一方G六平三 这么平过来之后 其实也在他的意料之内 肯定的 因为这太明显了 对 但是就是说 这么被吊住之后 红旗没有觉得 自己别扭到那个地步 对 现在还是有一点点 对 你看这个黑一方 十字节我补了一个 现在吊住之后 我觉得有点进入 寻传的特长了 对啊 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红旷没起可下了 对 很别扭 是吧 这都动不了 对 啥都动不了 被逼出一招 炮四进三 六进三 炮六进三 炮六进三 马八退七 他马八退七 但是说实话 这个炮六进三 这个打 我都觉得是先中后 本来这俩子就被吊住 又缠进了一个 这个子一会儿 我觉得原地不动 对 可能还要回来的 是 如果没有进的话 对 是这样 但是他也没办法 说实话没得走的 他先让他把他往后走走 对 是的 他走的居一平二 居一平二 刷炮 我觉得黑方 要是我还想往后退 本身就想往后退 对 真的 我可能想往后退 往后退在炮八兵器 因为找不到没有进的地方 对 是这样 对 红旗跳马了吧 红旗是 马三进一 马三进一 黑七勾炮 黑七走了个马三退二 马三退二 马三退二 这步棋其实进入旋转的特长了 对啊 来告诉你 我小时候 那个 不是小时候 九五年进队以后 其实当时正是这个旋转比较风光的时候 对 就是他火的时候 然后那会儿学棋谱都是那个抄那个卡片 我就特别喜欢看旋转的棋 而且他的好多棋里面都是这么迂回的 对对 然后我当时很认真的去学 然后我再告诉你 学的时候迂回 人家出去了 我出不去的时候挺多的你知道吗 对 是这样 所以我也劝棋迷朋友们 有些特级大师的棋 咱们看看可以欣赏 但是学的时候要慎重 不一定是什么功力都掌握得了的 对对 尤其是这种子力迂回 退回去再上来 对 人家能上来 你真不一定能上来 你不能上来 是啊 然后学生川一退马 他准备退 马二进一 以退为进 非常好的一个手段 是 那么洪方啊 这个我们说这三个大子被调进去 迟早得解决 所以他炮又得回来了 就是 迟早得回来 黑方 这样黑方 炮八拼机 炮八拼机也是必走的 这手其实是个先手 过一会儿随时有宋族的一些机会 这宋族党居啊 还有宋族 反正挺讨厌的 这个机会不能被挡住 所以只能把锯过来 把拼二平四 平在这儿又容易被踢 对 拼二平六容易被马七进六 拼二平四 那那马二进一 马二进一 你看迂回上来了 你看人家就迂回得挺好 对 一般迂到窝心就飞不出去了 是 那会儿下棋 炮七平八 足以进一退了 足以进一 非常好啊 活马 对 这种换足 活马 其实活了马之后呢 这个 红方走了炮八进一 炮八进一打了一下 打了 他想换子吧 他几个理由 打其实也是把黑方的一路马别住 别住 同时又放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这是他想的 他知个事 知个事 应该说前半盘已经亏了 但在这个时候 其实盛宏大师 还有一个浑水墨雨的机会 他其实可以走马八进七 这样交换去是吗 马八进七 反正现在先踩着 肯定会走居一平二 居一平二 这样他有个马七进六的好骑 有个C 有个这个骑 这个C是什么 这样的话 接下来我会有马六退四的 你要知识有炮八平五 打中相的骑 哦 老实 有这个机会 老实呢 你现在老实 老实呢 我有可能 你反正随时有机会 还有居四平七过来抓的可能 对 我抓相 抓相 他还能对居 有可能会逼对子儿 对 对 对吧 OK 但是他可能没敢往这儿想 没敢往这儿跳 是吧 我说了这个深恒大师 这番骑士相依 以稳为主 还是我觉得 有一点心态的问题 这样平时我觉得他 要跟我下啪啪 可能就跳进去了 想都不想 这番骑士必须求胜的话 他肯定就跳进去了 对 对 所以这个心情绝对是受影响了 对 然后他走的是 炮六平八 炮六平八 他们想 他是想稳嘛 先吊住嘛 对 但是人家走的是 四六进五吧 十六进五一步 很扎实啊 好 横方是走了个 横方是走了个 居四平七 居四平七过 看上去挺凶的 但是被黑骑士 这一招 就给直接的 就给定住了 就是这边的骑 全部都化解了 对 最终最终 你最多就是个对子 人家多个七足 嗯嗯嗯 是 我也看半天挺着急的 动不了了 这怎么动啊 对 动不了了 不知道走什么了 不知道走啥 所以就踩了一下 踩了一下 让他炮七平六 对 炮七平六 然后又上了 二进一 这估计时间挤 走了两步废招 是吧 两步废招 因为前面太痛 前面那个 这块是不好调的 对对 是 这样走这个 许特大当然 不会跟他不变作合 他不六进二了 他就这样 接下来要马七进八了 这样 逼着他 飞向 先稳一步 这样黑方的 马七进六 出来了 跳马 马七进六 这马也挺舒服的 马七进六 这时候 横方不能走 居七平四 居七平四 这个黑方就走 炮六平九就行 对 炮六平九 这是个先手蛋嘛 你也不敢去吃了 他居七平二 对 因为吃了这边 对 这都是假的 所以这个 横方很痛苦 在这个时候呢 深宏走了一个 炮八进二 他换子去了 他希望呢 换掉 这样 换掉 反正减化一点 减轻一点 负担呗 对 换掉 其实他就能走 居七平四了 OK 他不是吃两个吧 他就是对子了 其实许特大 这时候走的 稍微有点不细 他走四五 四五退四更好 就是你建议 就是徐云川 可以去保留变化 是吧 别去换他 因为他这则 不换可能还难受 是吧 对 你四五退四 你看啊 如果四五退四 你顶的话 他就泡六平九 还是不能换 过一块他不能换 对的对 就避免对子 保留变化 是是是 他实际上就给换了 实际上我们看换了 会是什么效果 换了 换了 才能泡八进七 四五退四 四五退四 这样呢 他走了个居七平四 这样有可能 有可能会有对子的机会 对 这样也泡六平九吧 对 也泡六平九 对啊 这样红方马一斤啊 跳上去了 对 这样他看上 对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发现 接下来红方 就可以换子了 OK 所以他就换 只能退居 只能退居 那红方呢 马八进七 往里跳 均一平三 马七进九 马七进九 这几步棋一走啊 应该说对红方啊 压力减小了许多 对 至少他那子舒服了一点 对啊 前进了 对 是 但是我觉得黑方 还是还是满意的 还是满意的 对 因为毕竟有多个族嘛 就是 白多个族 看到红旗有没有棋吧 对 现在 是 黑方是走了 炮七进一 炮七进一呢 可能这个 申宏大师 在时间的紧张 情况下 并没有 很好的理解 这一步 他呢 感觉 以为无所谓 他走了个 向一退三 我感觉 这步棋是败着 OK 他可能是 时间太紧了 对 时间太紧了 一般就先不看进攻的 先看防守 怕生怕自己出错 对 他这步棋 其实应该走马九进七 你说他应该走这个 对 那走这个 是个B队吗 B队 不能说 对 出就直接那什么了 队掉 那他拘四进一 这样拘马炮 虽然少个足 压力就小了许多 拘马炮对拘打炮 对 小了许多 亏也是亏 对 是吧 小了许多 但是是个B队 是 没看出来对此 没注意 以为无所谓 没注意 他那想回向 他想回向马二进一 想走这边 那他是不是 有点冲动 想进攻了呢 会吗 不会吧 也有可能 因为回向他 有马二进一 是啊 他感觉那个马 你也吃不到我 我接下来要马二进一 那什么时候 就觉得当时 觉得有机会了 反正至少 他认为可战了 但是这个棋 就是凭希尔论 黑方还是比较结实的 对 按说你这么兴奋地去准备进攻 还是有点冒事 对 不是有时间的情况下 不是算特别准的情况下 对 还是应该冷静一下 对 是应该冷静一下 对 我们冷静的方面 蒋大师就做得特别好 那倒不一定 有的时候 发现时候 我觉得特别冷静 所以他走的是落势 对 这个许特达不给他机会了 这个队子的机会没有了 没有了 你就会发现 这个马有点尴尬了 对啊 很尴尬了 虽然在这儿吧 也在前面 但是他动不了了 对 是 当他走马二进一的时候 许特达就走了一个炮九平七 炮九平七 这张棋走的也非常好 对的 这手棋一走 把红方的俩马全部防住了 我觉得身后没有看到他炮九平七 也有可能 漏了 真的有可能漏了 他可能觉得一踢特别厉害 对 有可能他觉得一踢 必须炮七平六打局了 他如果炮七平六打局 那身后大师可能得意了 这个马一进三 对啊 那他等到再打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再打马三 再打 他能再打 再打那不一样了 再打 或者他有G四平二 这都非常厉害 对 G四平二往那边甩 对 过一会儿G二进四 我觉得他没看见 对 因为这炮九平七 说实话 我没竖着这么吊住吧 还真是没有 还真是没有太注意 是的 这个虽然是 那个 但是其实很厉害 彻底防住了 那么接下来 你如果马一进三 踩掉的话 那他就炮七退七 那这就简单了 退过去很简单 对 他就是这么踩的吧 他没踩 他没踩 过一会儿你看 他炮七平六打完局 就局三退二 对 所以说 当然这俩子 特尴尬了 这时候他也不能踩 对 不能踩了 不能踩呢 他走了个兵五进一 兵五进一冲冲冲冲 准备中路往前冲 这样人家炮七平六 炮七平六 不给他惯 这个山洪肯定是没看着 局四平二 炮六进一打死马了 炮六进一打死马了 我估计给大家时间 大家也能看见 因为这马太尴尬了 对 是 最主要的是 这个七路炮把那个 所有的隐患都给防住了 是的 是吧 这马没法救了 马非要没法救了 双双双被打死了 这个圣奉大师就 破釜沉舟了 拱了个中兵 中兵 那没用 打了 拱中兵 许特大师就非常简洁 打了 然后他拱了 打了 他就兵五平四 然后把那个打了 再把这个打了 再把这个打了 然后他兵四进一往前冲 兵四进一 这样不行了 这样主要物质力量 丢得太多了 组五进一 他组五进一拱 他兵四平五 他能向五退七 向五退七 向五退七 都还顽强了两步 炮八退二 他想做炮八退二 他想过去 他想过来 人家根本没有给他过去的机会 对 炮九平三 直接又给顶住了 对 然后他是炮八退三 炮八退三 这样的炮七退二 许特大把炮回起来 准备平中炮 这样不行了 四五退六 他老是让人一将 把阻挡了 一将 那都是没 就直接不行了 这个都是没办法了 只不过快骑 他就再多走几步 对的 走到这样的 主要物质力量少太多了 少太多了 也就告诉我 应该说这一盘期 许云川特级大师 在开局阶段 就走出了创新的思路 尤其足三景一 并且布局阶段 很好的利用了 张胜宏大师 想和的心态 对 心态的纠结 而反观张胜宏大师 他在布局阶段 下的有点犹豫 在当中亏了的时候 他都下得还不错 但是后来又获得机会的时候 他又开始有点犹豫不决了 对 所以这个导致于他这旗下的 对 忽左忽右 对 是这样的 应该说是 许云川特级大师一盘好局 同时也恭喜许云川特级大师 获得胜利 我们也希望 森宏大师在接下来 不要因为这番棋 这个气美 受影响 对 森宏不会的 我觉得不会的 肯定会带给我们家 更更好的那个棋局 对 是的 好 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棋局讲解 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亲民朋友们再见 再见 谢谢你们的观看 谢谢你们的观看